农历2月初二是民俗中土地公的生日 瑞穗复兴村日治时期大镇9年修筑的土地公庙 村民信仲在今天也举行的祝寿活动 为了进一步保护被文化部列为历史古迹的土地公庙 不要被风吹日晒而风化 村民信仲积极争取要建置遮雨棚等设施 不过却碍于部分土地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成行 期盼上级相关单位可以重视协助村民来解决改善 日出乡复兴村这一间土地公庙 农历2月初二的今天 村民信仲依循传统习俗为土地公请生 洗开三桌欢喜的来祭拜祝寿之余 面对争取设置这与屋顶设施的愿望 至今都没有实现 村民信仲也感到遗憾与无奈 因为古今你要申请你要多 他们一申请他说不回事 我们今年经费是一点点 为什么都是这样 反正都是这样子 所以反正就设立下去变成不能动他也不能干 先保护起来 要怎样保护 其实我们要做一个这一棚 把他保护起来 不要工的 你什么空彩的吗 空的只要这一棚就好了 这一棚就好了 修建于日志时代大正九年 也就是西元1920年的土地公庙 由于至今仍完整保留当时使用的食材 以及闽南土地公庙建筑外观 因此被县文化局列为县级文化建筑古迹 信仲从2012年就提出真建铁皮屋顶棚 来维护古迹建筑避免风化 然而到现在仍没有下文 前议员林玉芬也很关切 你是国有财产 没有 我们这么讲啊 土地的问题 你看不上的那个土地 光光 在国有财产 我们是土地已经合并了 那文化局已经有 那这有帮忙了吗 有 现在江公主都资料 目前我们这个土地公庙是文化局在接管 它是历史建筑嘛 文化局在接管 所以说我们这样都不能动啊 想动都不能动 对对 这三级古迹哈 就是那个文化局管 没有啊 他要接管他要质责维护 血述维护 这很可惜 就是那一面 那一面墙 那个都我们的 上上上上一代的名字 不论是上代厘清的土地问题 还是计划经费的争取 由于土地公庙建筑已列为 县级历史文化古迹 任何修建或征建 也就得要依相关法规来重常记忆 先议员林玉芬也乐于协助村民信众 厘清问题贞结 为维护在地珍贵的文化建筑古迹资产来努力 记者时玉兰瑞瑟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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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